说起俄罗斯国家,那就不得不说曾经的苏联,众所周知苏联是有多个国家组成,包括俄罗斯,乌克兰,白俄罗斯等等,军事力量非常强大,鼎盛时期的苏联就连美国都敢战心惊,二战结束,美国一直有着争霸全球的野心。 但是苏联的存在,美国就永远无法实现,当时苏联有着打造和动力航母的野心,美国想都不敢想,还有恐怖的核武器库,以及数以万机的战机,机训队人数更是高达好几百万人,不是泰国能够相提并论的,美国为了自己的野心,因此,向苏联注入了众多的不利因素,导致苏联轰然垮台,倒台后的苏联 四分五裂,其中俄罗斯继承了主要的一波,受此的骆驼比马大,况且收获苏联上千枚核武器,因此,军事力量一跃跌身世界第二,但美国为了打压俄罗斯,干脆就从经济下手,效果显著,导致俄罗斯停滞不前。 虽然普京上台,经济开始复苏,但完全没有实力去打造航母以及大型军舰,但其空军领域的发展,还是一如既往的名列前谋,频繁爆出的五代隐身战机苏57,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。 就在最近,据俄罗斯报道,俄罗斯对外公开了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PAKDA,据悉这款轰炸机不仅具备轰炸能力,还可以指挥飞机和侦察机使用,可见是一款多用途战略轰炸机,未来与苏道57保持统一战线,战斗已不容小觑。 俄罗斯表示,PAKDA战略轰炸机的性能远超美国的B-2轰炸机,甚至还未亮相的轰-20都有所不足,当然,可能由于俄罗斯的发动机略胜一筹,所以才敢夸下如此海口。 据悉,这款轰炸机不加油的情况下,航程高达15000公里,可以接待40吨不同型号的代用。 除此之外,将装备射程超过5000公里的X101巡航导弹,整体性能位居世界第一。 值得注意的是,俄罗斯有一项中方发出共同研制下一代轰炸机提议,但是我国没有给予回应。 读者们,你们觉得呢? 有靨肢首射�를和社内任何方面的 那个 recognise!